用三個字來講 很可怕 非常可怕的一個人 李登輝對不起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造就了李登輝 但是李登輝也瓦解了中國國民黨 毫不留情落下狠話 他在兩岸政策上 逐漸背離統一走向獨立 跟國民黨的核心價值格格不入 彼此的裂痕越來越大 你不能夠說釣魚潭是日本的 你不能走這個方向 那你完全就變成 你否定自己的祖先的 這是大是大非 李登輝領導之下的國民黨 出現好幾次分裂 1993年的314事件 讓黨內的新國民黨連線 與李登輝就此分道揚鑣 而這段往事也被玉木銘 形容為李登輝射下的陷阱 都是車子窗子都被打破 棍子都出進來的 立委被群眾打 震報部罪在50公尺以外 不上來 整個政壇上面的價值錯亂 所以對於這個政治文化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說他必須要負責